中国的规矩当然还有一些调整和变通 但是在国际上的规矩呢 一般是当你象中了一个模式以后 你可以采取预购 就是预留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英文叫option 你可以option的format 然后呢一般预留权呢 在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不等 一般大概不会超过六个月 然后当你预留了这个节目以后呢 你决定要正式授权这档节目以后 你就要exercise the option 就是要就是启动这个预留 也等于说你就要正式授权 然后当你正式授权了以后 你就要签订这个授权的这个合同和正式的授权书 然后再完了以后 就是电视节目的这个飞行制作的顾问 实际进行我们的这个宝典的解读 然后呢 但是我待会儿我再回到这一点来讲 这个宝典解读是IPCN创立的 然后再之后就是节目的制作 然后在制作过程中还有再一次的顾问 然后最后节目成型 就拿我爱我的祖国打比方吧 我爱我的祖国第一季授权 是授权给四川卫视的 然后第一季授权的时候 那个节目模式叫I love my country 然后这个节目模式呢 是属于荷兰的一个大公司叫恩德莫的 这个恩德莫的拥有I love my country的发行权 而不是版权 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取得他的这个节目的 是他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再次发行权 所以呢我们跟恩德莫打交道 然后他们给我们看片 然后我们看完片以后 我们觉得这个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后 就整个四川或者整个就是人民需要一种 就是积极向上的这种能量来感谢 就是大家对他们的关爱 就不再是哭哭啼啼讲那些苦情的故事 而是一种正的能量来来表达他们的谢意 所以我们选择了我爱我的祖国 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合适四川才做的那场节目 那悬定了这个节目 选定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节目授权给了四川卫视 在授权这个卫视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细节的东西需要讨论 比如说上什么时间 对吧 要是季播还是栏目 还是全年都有它 在哪一天播出 要30分钟45分钟还是60分钟 所以这些细节我们都可以去跟店人台去沟通 是播一次重播几次 要一年还是怎么样 然后把这些细节都谈定以后呢 就可以真实的授权给他们了 挺有意思的 其实版权这个概念 版权或者是这个叫 英文叫IP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它其实是对这个一个思想的表达方式的保障 而不是对思想本身的保障 就用英文讲说 the concept 是这个思想 这个概念是不受保护的 但是你表达这个concept 表达这个思想的方式 是受到版权保护的 打个比方说 我要做一档节目叫小草阿姨教你喝咖啡 比如说 然后呢 这个 这只是一个概念 对吧 就是一个可能一个城市的摩托女郎 然后做咖啡喝咖啡的一个喜剧 打个比方说 那这只是一个概念 但是我如果要注册我的版权 要去保护的话 我每一次可能都是黑色衣服的搭配 我的主持人的形象 我手里拿的这个杯子 它的形状和我的一些语言 我的一些标题话 比如说每次我说watch me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明白吗 就是这样东西就形成了 可以被注册 可以被保护起来的表达方式 制作权呢 就是我们授权某一个机构 或者是个人 或者是单位能够去制作这档节目的权利 发行权呢 就是可以对这个节目的成片 或者是片段进行分销 发售赠送等等 就是这样发行权 所谓内容为王 对吧 大家都说频道终端平台 他们都需要内容 但是在中国一直以来 中国市场的这个版权 没有受到最完善的法律的保护 所以呢 版权这个概念 或者是版权拥有者 其实在最开始 我觉得 就我们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 是最下游 整个食物链的最下游 因为我们要 首先我们要期盼人家不抄袭节目 其次在期盼他能够 在不抄袭的情况下 能够认可我的品牌 再祈求他能再认可了我的品牌 可以出资金来购买我的品牌和版权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大家对版权意识的认识 对这个版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的理解 突然我们慢慢的就变得走向了这个食物链的上游 有一些电视平台它可能目标很准确或者是它很明确 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比如说像我刚刚讲这个四川台对吧 地震以后想找一档正能量的节目 啪我爱我的祖国 然后后来那个第二集授权给了湖北卫视 湖北卫视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原地区对吧 最中心的这么一个城市来来辅射全国人民对祖国的热爱 然后他也是很很正 他就看台领导他的这种思想是怎么一个定位 那你比如说这个东方卫视对吧 东方卫视的口号就是梦想的力量你我同在 那他的所有的节目就富有一种梦想感 然后他就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内心的节目 他的这种精神价值是在那里的 所以他们决策也会很快 就就分平台了 前两天电视节嘛 然后前两天陆陆续续来来往往好多好多电视台 来拜访我们公司跟我们交流 然后寻求合作 然后我举了一个非常朴素的普通的通俗的例子 我说我希望我的节目是每个电视台的亲生儿子 我希望他们以这个全台的力量 路里同心的去宣传它制作它 然后去培养它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把最好的资源用在这档节目上 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版权没有办法买的 你买不走的 你只能购买授权 所以你授权可以做这一档节目 但是你并没有把版权买走 所以这一点是很多的一个误区 所以你是被授权方 你永远是不拥有这个节目的版权的 但是你做完了这个节目以后 这个成片 你是可以拥有这个成片的版权的 因为你有著作权 因为you produced it 但是在整个国际的这个授权法里面呢 或者授权的这个商务规则里面呢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谈判 而不是一种法律保护 版权如果是我的版权 那就在我手里 如果是我发行的或是代理的第三方的 就是在原版那里 所以现在就是有好多这种大型的国际公司 大家就觉得这老外的公司肯定这个版权就是老外的 其实这是一个误取 因为他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身份并没有差异 他们也是在做发行 他可能也是销售的另外的其他的公司的模式 对 只是形成了这么一个联盟 所以现在我的这种身份就是一个独立的版权发行公司 首先你就是购买了版权的这个授权 然后取得了成功的买家或者电视台或者制作公司 他们已经品尝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胜利的果实的这个甜味 对吧 他已经他已经他知道就是按着这个原版的做法 他并不是说他的这个改变这个idea有多么多么的新奇 对吧 然后但是呢是他人家可能卖了很多很多的国家 走了很多的弯路 已经有过了N次的试错 在这个上面总结起来的经验 缩短了我们的研发的过程 缩短了我们去走的一些弯路 所以在这个制作的效率和品质上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然后其次呢 当一个名牌的节目 它在全球范围内是有一个效应的 那这个广告商家对他也会有更大的信任 他觉得这档节目在美国做的非常火 我美国的比如说像宝洁这样的大客户 他也认正宗的品牌 所以对于一个电视台来讲 拥有版权的节目或者是拥有历史的节目 对于对于广告商来讲的这种吸引力也更大一些 作为这么一个第二强的经济大国 对吧 如果再只能靠copy和山寨来促进我们的这个电视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就太落后了 对吧 但是实际操作上确实它减少成本 减少时间 对吧 然后你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个人和人之间是相互学习的 对吧 我在很多国家 我在其他可能文化迥异的国家做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我在相似的亚洲国家做节目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我都可以把它一并的归结在一起来学习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东方卫视做的那个梦立方这个团队 所拍出的这个梦立方的这种效果 和他整个使用这种camera的不同的方式方法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节省的这种成本的这种幅度 就证明了这个团队在进步 你知道吗 因为他看到别人这么做的时候 刺激他的想法 他觉得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所以他们也在进步 所以我完全不赞成说买版权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 主要是分成四个部分 然后首先第一是版权的发行和销售部门 其次是这个我们的商务团队 就我们不叫部门 我们叫团队 可能这种team的概念很强 然后是我们的商务团队 就是我们的commercial team 他们是负责广告和这个赞助和品牌整合营销的 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 也是我们会大力大力这个培养的 就是我们的制作 也就是我们的80制作公司 就是我们的这个制作部门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去年年底才成立的 体育娱乐事业部 然后这个是关注这个体育版权 体育赛事和艺人品牌经营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我们不只是一个做电视内容的 就是一个全方位的版权内容的这么一家公司 全是80 85后 90后 很年轻 这是一个好事对我来讲 但是在跟一些可能更北方的电视台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中 他们可能会觉得啊这个他们好年轻啊 他们太年轻了 就没有经验 他们会有这样的担心 其实他们虽然年轻 他们出道也出得早 我们都差不多是在新闻 市场 communication 就是应该叫什么交流 这个范围内的市场学的 是有学心理学的 可能有一两个极不靠谱的 什么农业学的 但是差不多但是90% 我应该说90%都是海贵 而且是不同的海贵 然后我们还有外籍员工 这帮年轻人不是不能光靠工资去吸引他们 就是我们共同有一种使命感 有一种梦想感 我觉得这不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好多企业缺少了这种灵魂 缺少了这种价值观 我觉得就是一个起早灿黑 就是用一个赶路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在IPCM繁忙 但是我们没有盲目的在赶路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整个团队 这种一起非常就是互帮互助 就是很团结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们共同的使命感 就是把节目内容能够做得更丰富 总类能够更繁多 而不至简单的唱歌跳舞 我们想做有更多的有深度的有价值的有温度的节目 然后我们真的是很想把自己研发的节目也输出到国际市场去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随着他们的成熟和他们在第一线作战 跟电视台或者是平台打交道的这种销售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反馈 他们可能会给到我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要互相来理论 我觉得有理不在身高 对吧 我叫你只要能够扛并阻 你能我们互相内部可以说服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共同的去说服别人 如果你连我也说服不了 或者你连你的同事说服不了 只要有一个人你说服不了 那也就代表在外面可能有十个人你说服不了 所以我觉得就看谁讲的有道理了 而且还要综合很多的一些经济或者是商务上的一些元素 来考虑这档节目是不是值得 也许它在创意上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它在政策上可能是有问题的 它在政策和内容上都没有问题 但是它在商务销售上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是一个纵向的360度的立体的考虑 然后我觉得每个员工他们是会有自己的一种创业精神 而且他们有一种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刚刚我说所谓分享价值观 分享这种精神理念 其实是蛮实际的 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完美主义者的这么一个思想 就每一个人他们都不服输 他们想成为行业里面最棒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自己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激励 那再跟工资跟提成跟分红连接在一起 那大家都很happy 然后在此之外 我觉得我们的就是这种享乐主义精神 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我们英文讲就是work hard play harder 这是绝对的在这个公司 当时也是做的制作 当时因为我是做的一个制作公司 叫野草影视制作公司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是想做原创的节目 就一切都是原创的 所以我们有跟英国的第四频道合作喜剧 然后有策划纪录片 然后有做自己的模式 然后有做自己的feature program 对就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真的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经历 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 我可能走的没有这么有有实力和这么稳 但是如果现在反回去看的话 那我会讲说有些时候是个死胡同 就真的不要再装了 就该放弃的那种勇气和比继续去坚持的勇气是更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积累的最大的一点 就该放下的时候你真的得放下 然后重新去思考 那我们当时做这个野草的时候 有那么一档节目 我就是可死的不放 我亲就是那种亲家荡产都要把它做出来 但是不幸的是那个时候 那个政治风气 那种文化风气下面不允许这样的一档节目的出生 对所以其实就要综合很多的东西去考虑 模式本身创意本身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只是他来得太早 只是他太潮了 对他的名字一样地球潮人 他太潮了 他太前沿了 他太edgy 太pushy 而且凭一个学生或者这么年轻当时 能够说服这么大的企业百万以上美金的赞助 我觉得肯定这不是我自己觉得不是自我感觉良好 这是有肯定的 那这种这样的肯定 商务对在我的这个节目的肯定 可能也滋长了我的这种可能盲目的信心 就是该放弃该放下的时候 该重新思考的时候就应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是那个绝对相信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站起来的那种人 所以这就是可能DNA里面带着的那种 那种就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呀 就失败了就不代表我 我的人生失败了 只是在这件事情失败了 对吧 就经常不是开玩笑讲 这场战域失败了 不代表你失去了这场战争 所以就很简单了 就觉得要自己再做 最近看了一本书 其实就是在讲 当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 我倒不称自己是企业家 应该叫创业家吧 就这种entrepreneur 英文的entrepreneur 做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一种敢赌的状态在里面的 就是特别是小企业 他的这种灵活性 不是那种一看一慢二看三等待三次审批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这是可能你还没有准备的太充足 但是凭着你的那种直觉 你敢去赌 我所以我在做第二次在创业的时候 我明白说大家对原创的内容的认知和肯定还是有有距离的 对颇来的这种外国的节目模式成功 人家有成功经验对吧 它是一个package 它有这么一个成功的模式 有宝典有指导的等等等等 这样是不是能够更能够被销售 所以是肯定是因为之前有这样的经验了以后 积累了以后 才知道接下来的东西 它的好在哪里 差在哪里 所以你要说准备的话 也许是这个方面的 就是这种看不见的就是时间给我积累的准备 而没有说我刻意的去调研这个模式市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然后这个对吧 中国政策对这个的这种局限会有 五年以后那个这个广联总局会不会颁发什么样的新的政策 对吧 然后就我没有说去做这么多的这个分析 第二次在创业的时候的话 我觉得就是哪怕遇到了死胡同 也知道怎么出来 怎么再走出去 对我刚一直不停的讲 第一次不是说没有看到 是不愿看到 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我爸妈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他们都是八十年代就就抛弃了所谓的铁饭碗 出来就是所谓下海做生意的人 对 所以他们身上就耳濡目染 从小长大就看到他们那种拼搏精神 就是如果我爸还在的话 他一定会很鼓励我 但是妈妈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 就开始疼了 就开始痛远了 就觉得哎呀干嘛还要那么辛苦啊 你看你脸都封死了 达人秀我最开始不是太想做的 说实话 当这个公司的原创找到我的时候 当时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的起色了 应该是我们当时是在中国唯一一家做电视节目版权授权的 虽然后面有寥寥后者号称自己这个那个的 但是国际上我们是唯一一家在中国做版权引进的公司 所以当这个原创就三门靠的这个二手另外一个叫三门状的人他找到我的时候 我其实不是很想接的 因为我当时跟所有人的认识是一样的觉得这个节目可能在中国有点难 因为就是这种这种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才艺在各个台好像散落零星都有 把它重新的放在这里来我们的尺度有多大 我当时是有迟疑真的是有的 但是后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不能叫他们叫竞争对手了 但是可能是当时有这么一家公司然后呢也想做这样一个节目 然后呢他们就可能宣起了一场就是不太懂规则的这种这种这种挑战 然后呢他这么一挑战以后呢就更加激发了说那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做给你看 所以可能是这种比较不服气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吧 就所有的人都在说啊这个节目肯定不行肯定火不了肯定不好看收拾肯定不行 越来越多的人说这个时候呢我还更想说我要证明给你这个节目可以做 所以其实是反方向的 然后然后呢正好那一年呢 但是我当我决定了说这个节目其实中国还是可以做的 如果你选定了好的平台在好的这个大环境下把这个节目在一零年推出 它是可以上一个台阶的 你是可以给这么一档草根的选秀节目赋予灵魂和精神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东方卫视选择在2010世博选择了一个中国上海有世博 中国有达人 中国达人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赋予了他那种民族的荣誉感 所以整个节目的这个层次就提升了 所以后来为什么说达人秀成功是全国人民草根的狂欢呢 所以这是可能达人秀那好声音呢是在达人秀做完以后 我们认为在选秀节目领域其实是很有还是很有空间的 但是之前的那种歌唱节目偏偏一律 大部分好看包括包括其他的几档这种选秀唱歌写节目 它偏偏一律其实是神丑为主的 它的神丑的部分其实是占了它整个节目很大的很大的一部分 然而好声音它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注意 我在10年的时候就拿下了它的版权 那个时候只有荷兰播出了 没有任何国家播出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不管是它的形式感 还有它的人物关系 还有它的这种故事表达都传递的 真的是这个所谓的正能量三个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一定会很适合这个中国的 所以我刚跟你讲从10年谈到12年 我没有放弃我不停地在养这档节目 不停地在平衡各种关系 让老外也不要放弃 让中国也不要放弃 所以还好吧 我还是一个蛮重感情的人 我觉得我跟东方卫视之间是有一个知遇知恩的 对我觉得因为达人秀我的公司第一次站在了这种聚光灯下 所以我对他们是很有很感恩的 所以这个好声音其实刚刚一来我是直接就推给东方卫视的 但然而因为各种因素 最后东方没有要这档节目 或者是无缘跟这档节目接缘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浙江 那选择浙江是有原因的 因为浙江一直有这种歌唱节目 对吧 他那个艾基哥子积累了很多这种惯性的或者固定的观众人群 所以他也是可以承载这样一档节目的 所以没有出此以外 真的没有怎么去推给别的电影台 个人的这个方式尽量去跟决策者进行直接的交流 我是一种那种不卑不亢的那种态度 不是说我不想或者是好像很高傲 不跟下面这个执行人员去聊或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在中国这种体制内 他的这种决策的这种繁琐性 对吧 他的这个高层领导对这个结果的颠覆性 所以我会尽力的跟直接跟这个决策者去对话 然后说服他们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他们首肯以后 我觉得再跟其他的就是所有的执行人员达成共识 其实其实我们就真的蛮强的强的 就是各个关系的平衡平衡上面 就我觉得就是做事的干活的一线的 觉得我们是兄弟是姐妹 我们是团结的 然后领导觉得是很贴心很靠谱的这个工程 我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一个词语 所以大概是这样 有些台他的可能这个分的更清晰一些 但有些台可能他的局台都还没有分开 可能电视他的那个广播局的局长会最高指令 然后你有分管节目的主任 他每个电视台包括新媒体网络 他的决定也是不一样的 退回七年前八年前这个刚刚创业的时候 那我是学新闻的 我这一点还是很强的 我的code calling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我会在很快的速度里面拿到他的电话和联系方式 然后我也会很快的让他认可我愿意跟我见面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我不是半路出家的你知道吗 所以当我在表达我要跟他谈的这件事情上 我的这个点会掌握的较准确的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决策者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决策者 大家觉得他们高高在上 但是其实当一个愿意干实事的决策者 看到一封真诚的为着他的这个企业大的方向 有用的这样的信件或者是创业的时候 他是会主动跟你接触的 我觉得他们更不愿意浪费时间 就真正愿意做事情的人 虽然大妈这个事情是怎么讲 就是好多国内的电视台请过他 请过好几次 没有一次成功的 是吧 然后结果就被我们这么一家民营公司给请来了 而且还不是一个所谓做艺人经济背景的民营公司 我觉得还是靠我一次一次去说服他 我真的我飞苏格兰都飞了好几次 去去去当面去去跟他讲 去跟他讲中国这个市场 然后去跟他讲这个节目的来历 去跟他讲我的创业经历等等等等 去感动他 因为那个时候请他来 其实是意义是很重大的 因为达人秀已经走上了一个制高点 然后呢 他要落下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品牌的烙印 所以请虽然大妈是很重要 他是一个灵魂 达人秀的灵魂人物 所以我觉得台领导当时也很支持的 我们很认真 就每一步都走得很认真 然后他来了以后 就是对他的这种照顾 我的这个同事是很辛苦的 就非常到位的 真的 所以其实 其实这些大明星 他其实也是一个讨根 他没有上达人节之前 可能他在路上 恨不得 恨不得揍他 你知道吗 就 他没有就是这种讨根大明星的这种心态 和那种A list 那种一线明星的这种风格还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人啊 不同的这种接待方式 我们不管是跟人接触 去跟高层去pitch 跟这个执行团队去合作 对团队的管理 对艺人的掌握 就是 还是新和新的一个交流 对 不管你从心理学的角度 还是心理的IQ 竞争对手 就是直接的竞争对手 我真的还不觉得 我们有一个直接的竞争对手 虽然现在也有另外 可能两三家 所谓号称是做版权的这样的公司 但是我们的 从一开始的定位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 和我们对节目的这种把控 这个我们在国际上的资源和网络 都是不一个level的 所以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 除了你是垄断的国家企业 没有人敢拍胸铺说 我不能被超越 我没有竞争对手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夜郎自大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们只能是 做得比现在更好 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好 后天比明天做得更好 但是我有一点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自信的 就是我们是一个极度专业的公司 就每个人的知识是非常专业的 我们首先是有知识 有文化的 而且是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文化 然后我们对这个行业也是专业的 然后我们打交道的公司 也是专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一种专业的态度 基业一定会成亲的 我们一直都不把自己 称为是一个倒买倒卖 这个盗版碟的这么一个销售人员 或销售公司 你看这个IPCN的这个名字是 International Program Content Network 就种在那个C 那个content内容那个字上 所以现在我们不仅是做电视内容 我们也做新媒体 或者跨媒体可传播的视频内容 然后我们也做体育版权代视内容 所以我们要举办精英网球赛 这是我们的 这也是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08年跟David Beckham合作 他的这个Adidas的一个PR的一个 一个整个一个活动也是内容 我接下来可能跟凯莉·梅洛 跟Rihanna 跟这样一些明星合作 它也是内容 所以所谓的360度 就是生产内容 然后把这个内容进行一个立体式的包装 我经常就是讲 就是就是悟性这两个字 我经常讲 因为我觉得就是同样的两个人 拿着这个宝典 做出来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对这个宝典的内容的一个领悟和分解 那我们所做的工作 就是把它放在更加公平的起跑线上 被我们的本土制作公司去分享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对这么多节目的制作 把控解读 以后有自己的经验 我们明白它的这种表述的语言 所想达到的效果 所以我们是 所以你看我们翻译宝典的人 都不是一个所谓很junior的一个researcher 一个什么研发或者刚刚入职的 都是有制作经验的 在一线做过节目的人 那进行就是双语 我们就是现在呢 非常集中全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在非演播时的真人秀领域 再创奇迹 再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已经拍摄了这个小善大爱 就是一个畅销全球 二十多个国家的公益地时真人秀 Secret Millionaire 就神秘的版 符翁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它的中国版本 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一档节目才是真正的 发现正能量 释放正能量的节目 就是看着暖心窝子的节目 而且又不是那种 很假 很做作的那种 以前的那种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种真情啊 人间啊什么的 样片已经拍完了 然后我们很快就要跟电视台达成合作 进行戏的制作 这是一档 然后我们跟羊儿应该在下半年 就会推出这个超级育儿师 Super Nanny 然后这样也是一档 就是关注一家三代 关注小朋友 就一家三代都会看的 如何育儿 如何在他最幼稚的这个年龄 去正确的引导他 吃饭睡觉行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80后或者90后 这个年轻父母非常需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庭的内心上 我们也会根据中国特色去寻找 这个很有意思的 因为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 你比如说在这个节目里面的宝典 有一句话 说家庭一定是需要多过一个小孩的 那这一句话就已经不适合中国了 所以我们怎么在中国去找怎样的家庭 可以产生同样的戏剧冲突 这就是我们的本土解码的能力了 我觉得应该是好对不好吧 因为我还是一个蛮有人缘的人吧 我觉得看你就是要自己去平衡好了 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目前的这个这个媒体人 我不是一个要想做主持或者怎么样的 但不代表以后我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总是一件好事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们公司也好 通过我在表达整个公司的一个理念 和我们的一个意识 所以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回到更多的 对自己的这种自律就更严格了 十年之后我希望我们还在 我觉得 我的长远的目标 我觉得从来都是一个很清晰的 就是我要自己做的事情 就我们会把自己在行的事情做得更好 做得更精 也许十年以后还有中国好声音 也许十年以后 这个神秘的把握夫翁已经播到第十季了 对吧 也许十年以后 我的很多的节目的品牌它在延续 也许十年以后 我的节目在南美在销售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就坚定的吧 那种更精良的做下去 这真的是个中国 现在中国太大了 就感觉是整个欧洲 每个国家都有一档 自己的选秀节目一样 可能这个不是最正确的表述方式 对吧 只有一个中国民主大团结 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它的国度那么大 地域那么大 它允许同样的节目 在不同的城市的存在 但是就大家通常会有一个误区 说真人秀 其实这个英文不叫真人秀 这个叫选秀 Talent秀 或者演播厅里面的Shining Flow Show 就是演播厅里面的大型演播节目 其实跟真人秀还是有差距的 虽然他是真实的人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选秀这个的话 就像一个房产一样 我觉得每年都有一个符合选秀 又年龄的人又成长了 这是有需求的节目 总有想恋爱的 总有想成名的 总有想表达自己的梦想的 总有想求职的 所以我觉得看怎么 但是我觉得会形成几个 会起拍会形成几个标杆性的品牌 其他的也就这么存在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有这么一两 唱歌也许就是这个了 选秀可能就是这个了 然后跳舞可能就是这档了 求职可能就是这档了 相亲就是这档了 我觉得他们要把心沉下来 我就现在发现 这个很有意思 就在我公司 在国外留过学回来的小孩 比我才中国 就是没有出过国的小孩子相比的话 他们要更稳一些 心要更沉得下来一些 没有那么浮躁 就不知道是不是你离开了父母 离开了家乡 在另外一个国度生活 就是经历过以后 你的这种目标更清晰一些 对自己的这种能力的 这种衡量更准确一些 他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也许不知道很清晰 我一定想做什么 但是他至少他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毕业了以后立即创业 那我其实不是最赞成的 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人创业 我觉得缺少三个东西 金钱 就是资金 是吧 取道和人脉 我觉得刚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 这三点应该都缺的 不是代表他不能成功 只是他这一路会走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一个天才 对吧 你有一个你大学还没毕业 你就发明了Facebook 可能OK Well done